文素回 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天二打电话给我 披头就丢了这么一句 我主 G 我什么呢 我背儿的直白虎的一愣一愣的 呆了三秒后 勉强挤出个算是得体的回问句 反正你很好啦 不管说什么都笑笑的 又愿意听我说话 总之 我很喜欢你啦 另一端的儿 似乎有些烦躁起来 可能是不满我并未如他所预料般 感激涕淋的收下他的告白吧 还没等到我表态 他又补了一句 怎么样当我女朋友吧 这下子我可有些懵了 自己和R并不散熟 就是一群人出去玩了几回 而且他在团体里 也是冷冷不太打理人的那种 真要说我们两人有什么交集 应该是前两天在路上 遇到他独自一人闷坐着 出于观景陪他聊了几句而已 但剧情怎么就这般急转之下 发展成要不要交往的程度了 我猜你应该也有点喜欢我吧 不然我只是在那边坐着 还能被你发现 而且我后来想 之前出去玩 我感觉你好像在偷看我 既然你对我有好感 我也觉得你不错 那我们就在一起啊 看似孤僻的R竟有如此精彩的内心小剧场 始终以为一眼钟情 在看定终身的故事只会发生在原情小说里 没想到这次竟让我碰上了 二的说法 第一眼还是我瞄的 不好意思 你可能有些误会了 当然你是个不错的男生 但我们才刚认识 提交往似乎有些太快 还是先当朋友比较适合吧 考虑到未来人有碰面的可能性 我尽量不将话说死 毕竟如果场面弄得太尴尬 影响其他朋友也不好意思 A 我都说我喜欢你了 你为什么不答应 面对我的委婉拒绝 R开始有了情绪 我想他是个缺乏爱的男孩 否则怎么会将我单纯的关怀 解读成对他的好感 就在我犹豫该如何回应时 读了一声 荧幕上显示 R已结束通话 或许他将些断联系 视为对我的惩罚吧 但若能令他的自尊感到好受 我愿意让挂上电话的他 在不知名的某处 愉快地想象我痛哭楼梯的模样 然而一个需要爱的人 是不可能爱人的 因为他们总以为爱是绝取 而非付出自始至终 R并不晓得 他所以为的那份对我的喜欢 其实都只是以爱为名的勒索 我罢了 图达具影像